你可以的,你关心每一个来看书的人,在我看来,你会是个好馆长的。 北京市盲人学校二年级的学生李俊航正在中国盲文图书馆里阅读绘本,精彩的故事激发了他无穷的想象力。 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阅读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件非常普通又触手可及的事情。 但对于中国超过1700万的势力残疾人来说,阅读却没有那么简单。 搭建民旺世界沟通桥梁的,就是在他们指尖缓缓滑过的一行行凸起的盲文。 喜欢读书,因为读书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 比如,我们二年级上学的坐井观天的那篇课文,我知道了一个道理, 不能只能看这里的外面,认为这里的外面是这样大的,要多出去看看。 这些盲文图书打开了孩子们的新世界,也成为许多市场人群了解生活, 获得信息,学习技能,最终融入社会的渠道之一。 从笔下到指尖的转换,盲文图书的制作过程并非易事。 因为普通读书的话都是迷眼人去完成,我们的盲文读书的出版要经过明、盲、共同配合完成。 边境加工这里面会有一些图,会有一些表,怎么办呢? 这图的信息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把它删掉,我们要去无障碍的画的处理,就是表换成文字。 经过繁杂的三审、三审教一通读一致简的审教过程定稿后,图书就会进入印制环节。 由于盲文出版的特殊性,印刷的环节大多数需要由手工完成,比普通图书印制费势费力。 这个汉文图书呢,是在全张纸上印,印完了再裁,你要多大开数,裁多大开数的。 我先裁好了,再往上面印,裁刀的压力一下来以后,容易把那个点子给压没了。 单页印完了以后,一页一的印,最后通过人工再一张一张的给配在一起。 中国在保障阅读障碍者权益方面,始终不遗余力。 2022年5月5号,马拉喀什条约正式对中国生效。 而早在1991年,中国施行的著作权法中就规定,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可不禁著作全人许可。 李静希望,全社会为这些黑暗中的行者提供更多的火种。 1954年,中国诞生了第一本盲文图书《谁是最可爱的人》。 到如今,盲文读物、有声读物、无障碍影视、大字读物、数字出版等多形态出版产品陆续推出。 但盲文读物作为视障群体获取知识的重要载体, 是盲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路径,影响和改变了很多人。 我们因为这个势力的限制,可能我们没办法去到很多的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在书里面,就是可以了解大千世界, 然后呢,再进一步可以说,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思考。 我觉得读书都是很重要,它是基础,它会让你这个行当更有创造性。 我觉得读书是个最,性价比最高,最廉价的取得幸福的一个生活方式。 盲文读物也正在影响和改变着很多人。 我长大想要当一名科学家,探索宇宙,探索地球和人体的知识。 就是开个饭馆,或者当一名老师。 因为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哟。 我想当航天员,因为我那行是航天的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